主席 主席各位立委同仁 有關於74張精煉銅管 主要是用在 這個項目呢 主要是用在銅材的壓岩 脊型跟岩線液 那當然這樣講起來非常繞口 如果講生活化的產品 就是冷氣機的銅管 那在講工業產品 就是工作母機的恆溫設備 那多重要啊 如果說工作母機的恆溫設備 那就是台灣有競爭力的產品 而中國進來的精煉鋼管有什麼不好 這又變成早上九點開始 一直講到現在的海關進口水格 每位上台發言的委員 幾乎都有提到的黑心銅管的問題 因為這些要恆溫設備的工作母機呢 把恆溫維持在某一個定點的溫度 能夠讓精密度維持非常非常細微 細微到幾根頭髮 是差的這樣子的細微的重要性 就是維持MIT重要指標的項目之一 而因為中國黑心的銅管 中國黑心的這些銅製品 雖然價廉雖然量多 因為仔細來研究銅的生產量 事實上第一場會的致力 中國的銅只佔全世界的第七位 可是銅製品高達全世界的第一位 同時這些銅製品呢 並且供過於求 因此呢 中國政府一定要為中國的銅製品找出路 而這些黑心的銅管就來到台灣 那如果台灣的業者為了節省降低成本 用了中國黑心的銅壓嚴管 來使它的恆溫設備 企圖讓它的恆溫設備呢 維持恆溫的時候 那當然各位也知道 過去用中國壓閘的這些銅管 冷氣呢曾經出現 因為銅管品質不良 這些裡面裝的冷媒呢 洩漏而導致冷氣不良 甚至曾經發生過冷氣燃燒爆炸的 這樣的例子 因此呢 小小的一個 所謂的 精煉銅管 製造出來的銅材延壓 脊型 延伸腺葉呢 雖然念起來這麼繞口 看起來不甚重要 居然 也是 的 永久